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一條新聞火騙全中國 中共自己作死拍片報導什麼呢? 7月16號深圳當地醫院透過直升機耗時了33分鐘 從廣州運送新鮮的兩顆呼吸的零件 到了當地給了一名73歲的鍋爐電工 以及64歲的機械司機 原本按照中共的劇本 理應是什麼呢? 小粉紅歌供送得中國偉大復興 這就是中國速度 中國醫療超音感美 沒想到翻車了 中國網友紛紛痛罵 我點外賣都沒有33分鐘這麼快送達 還有人說啊 他們都只是基礎的工人 怎麼有能力負擔這種昂貴的手術費用呢? 而且在負擔這個昂貴手術費用之前 那些等待的整治 那些延後自己S的那個醫療費用 也是一筆很大的費用 也是一筆很大的醫療開支對吧? 那他們怎麼撐過來的呢? 如果他們撐了過來 為什麼咱們撐不過來呢? 為什麼我們生個病就家破人王? 他們不會呢? 看來他們的孩子或是孫子啊 是個小趙家人啊 真相到底是什麼啊? 在中共沒有倒台之前 很難有一個確鑿的說法 前幾個月也有小粉紅作詞 拿救援的直升機 擺拍送羊排點外賣對吧? 還自己放在抖音上 蛤?退休電工的工資怎麼這麼高啊? 你當我三歲小孩嗎? 73歲的我只能說同人不同命 我天啊! 活著是我們最大的福氣 原來我們啥都不懂 呵!正能量一波 醫院什麼時候有這樣的服務呢? 所以要人人都有同樣的待遇 值得宣傳 工人能有這麼多錢嗎? 都73歲的厲害 假如是工人 那他的子孫一定是不凡 你不是說是還衛工嗎? 怎麼每天都在變他的職業呢? 真是氣冷啊 爺爺你的廢道了 我收洋仁舟教授為什麼出現的是這條新聞呢? 當然我們都知道 在中國這種零件轉移啊 是很大的詬病跟部分的事實 我也看過很多的家屬到醫院拍片 醫鬧嘛 嗆醫生 嗆院長 為什麼我的親友啊 只是個小受傷到醫院之後昏迷不醒 昏迷不醒之後你又要我簽這個零件捐贈的 那我有看過 有的簽了不出三天內必死 有的不簽的話三天內必出院 當然不是說每個到醫院的都一定會是這樣子 但我看過不少留在推特上的影片 而中共他們這幾個月一直宣傳啊 他們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零件匹配跟協議匹配的系統 可以馬上的迅速了在幾個小時之內就找到 哪哪哪 誰誰誰缺了什麼什麼什麼 而現在我醫院哪個病人 剛好是配合這個高官了 配合這個小招家人的 如果發現你之前沒有簽那個零件捐贈的話 就會要求你去簽 然後你簽之後呢 你可能不出三五天你就S了 這是很多中國網友自己在醫院拍片 然後留到外網上 留到推特上 其實你們打一些關鍵字都收得到 那我也看過有家屬跑到診療室對治醫生的 問為什麼我過世的家屬這裡沒了 沒了空的哈 醫生都默默不語 最後保安給趕出去 公安道長拘捕家屬 我也看過有一對老夫妻拉橫斧 表示自己兒子在2022年的端午節失蹤 2023年1月在河邊被找到的時候 全部沒有了 什麼沒有了 這裡沒有了 這裡沒有了 這裡也沒有了 這裡也沒了 這裡也沒了 然後公安說是小夥子 自己 我麻煩問一下 習近平可不可以示範一下 到底怎麼樣自己可以做到這樣子的 你教我一下嘛 你示範一下嘛 好吧 當然牆內開始流傳了很多誇張洗地的謠言 作為洗白7月16號深圳運送零件的事情 很多牆內的媒體跟網友就開始啊 相信了這個洗白的故事 那這個洗白的故事是什麼呢? 把2023年5月一名叫做龍心宇的24歲武漢研究生 他因為打球不勝造成了腳骨裂 最後太窮買不起醫院推薦的診療器材跟復健器材 跟後續追蹤的醫療費 然後呢自己上網訂購超級便宜 幾百塊的這種支架 但你也知道這個品質還是有點落差的 對吧? 那這個沒有辦法好好的保護他的傷勢 僅僅10日他的傷勢沒有好轉 反而越加嚴重 3月30號他這裡驟庭住院 被醫生判定為下肢生靜脈血酸 雖然有搶救成功 但人已經變成郭品超那樣了 最近郭品超的肉體在台北騎重機 行屍走漏非常危險沒有靈魂 就是我問一下台灣的法律是允許一個沒有靈魂的行屍走漏 在駕駛交通工具嗎?很恐怖欸 你們都看過那個四速列車吧?叫釜山行對吧? 那四速列車山台北行 他的靈魂留在山東泰山休仙欸很可怕欸 在5月23號醫生最終判定武漢研究生S 然後捐出了4個零件 隨之奇葩的事情又來了 5月24號馬上匹配成功 龍心羽又繼續活在4個人的生命之中 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好玩的細節在哪裡 這個武漢的大學生他父母也是基礎工人 工資很低 而這個大學生他花不起幾千塊的醫療器具 還有後續的費用 而7月16號那兩名老人同樣也是做基礎工作的 他們可以負擔得起這種昂貴的轉移手術 然後他付不起最終失去的這些 而這名24歲的武漢研究生他獲得了非常多的運動獎牌 在這方面也是相當的出色 而他的母親在他上大二那一年 離上了肝癌 需要龐大的醫療費用 父親賣掉了家裡所有值錢的東西 跟親友借了一片 最後還倒負債30多萬 母親在2021年最後還是離開了人世 那為什麼他們都負擔不起 而深圳的70多歲跟60多歲的老人 他們都負擔得起 甚至還超過他們的待遇 所以我說這個就是詭異的點嘛 但是說到現在洗地的地方在哪裡呢? 好,開始講啦 很多牆內的媒體就開始把這個 2023年5月發生的事情 移花接木搬運到2024年的7月16號 把這兩件事並為同一件事情 內文跟標題大致上是這樣說啦 一名24歲的武漢研究生 因為摔傷了腿,僅僅10日就A死了 馬上就在7月16號 重生在兩個深圳老人的身上 痛罵,痛批 首先,地點就是嚴重的錯誤啦 一個在武漢,一個是廣州到深圳 而且時間線也相差一年 但是這個成功的誘發 許多中國網友 牆內的網友跟中國海外反賊的共鳴 對吧? 甚至不去查證就開始跟著痛罵中共 結果現在漸漸的 被一些帶任務的小粉紅 拿出證據闢謠 說你看這些都是2023年的報導啊 你們造謠啊 所以中國不存在這種零件的迫事 我是覺得很可惜啦 這個兩件獨立的事情 原本都是真實存在的 被中共一花接木融合在一起 就立刻變成了謠言 藉此來確立中共的正確 反而降低了反共群體的威信 而中共跟粉紅最擅長的 就是自己去養謠言 我們都知道 中國自從2000年以後 零件平均等待的時間 遠遠低於歐美開發國家 這個就非常奇怪了 根據2022年的數據 每100萬的零件捐贈人 西班牙是世界之冠 為46.03人 美國排名第二44.5人 而中共國僅僅有3.63人 美國又是世界的零件移植大國 對吧 根據美國衛生部公佈的數據 平均等待的時間是2到3年 而中共國在2003年至2006年公佈的數據 是1到2週 我最近看到一個新聞 台灣又有大批的人 要去中國換這個 因為可以馬上就取得到 所以我說為什麼中共不倒 因為可能有很多台灣的有錢人 日本的有錢人 歐美的有錢人 中國的有錢人 不希望中共倒 因為倒了 就沒有這個產業鏈了 他們就失去了很多保障 當然這個多次在美國的聽證會 取得重大的成果跟進展 2001年 中國醫生王國琦 向美國國會證實 中國正在利用S型犯的零件 而當時中共是極力否認的 但是沒過多久 2005年之後 中共又人格分裂的 多次在節目上坦言說 咱們使用的零件 確實來自林天天或是阿強哥那些人 但事實上有很多 都是被大量消失的 異議分子 或者是失蹤兒童 這個被小粉紅當作是搖眼的笑話 我想跟你說 這些並不是從海外流出來的 而是你們父母被心照不宣的事實 如果這是搖眼的話 也是先從你們牆內開始大量流傳 然後這些人逃到海外 把這個事情廣傳下去 如果你要把這些打成造謠的話 那就是都是中國人在造謠 你們從小也是擔心自己孩子 會不會被拐賣 會不會變成童養席 會不會變成鐵鍊女 或是這個都不見 通不通就把嘎咬子當作一個梗放在嘴邊 上個禮拜 一個論到加拿大的中國瀋陽前軍醫政治 來到台灣宣講他的故事 以及他以前遇到的破施 我也有趣聽 而且看了他們拍攝的紀錄片 叫做國有零件 當然不是零件 就你們替換一下那個詞就知道了 其實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這種事情離我非常的遙遠 除非中共真的成功打敗美國 打敗日本胡同台灣 不然我是沒有機會遇到了 而就生活在羅剎國的粉紅們 你們是有機率遇得到了 我不管這個機率是1%2% 還是0.5%還是5% 你這個機率遇到了都是比我大 所以你繼續噴沒有關係 I don't care 怎麼樣都是你排在我前面 除非你吃太多這個氣礦油啊 煤礦油啊 喝這個稀糞水啊 浴漬菜吃太多了 通通整組壞掉 不能用 那這個另當別論 那影片的最後再說一下 鄭州又出事了 昨天下暴雨 很多路段都淹到大腿 甚至腰部 哎有經理一遍 切而定 真是噩夢 現在是7月22號 現在大概是7點半的時間 而有一位民眾在經過人行道的時候 不幸被旁邊漏電的電線給S了 因為到處都是積水嘛 水會倒電相信大家都懂 而中共也證實這個事實 許多人都避開了鄭州的各種隧道啊 地鐵啊 因為2021年的京廣隧道跟地鐵事件啊 給當地人留下了巨大的陰影 明後天颱風將至 希望中國福建人民跟中國政府做好準備 台灣已經幫你扛了一些傷害 不要又重蹈去年的復設 不要再把天災搞成人禍 然後再讓物業去幫你中共政府扛傷害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白小小再見了 掰